林静怡哪里温柔了 国民党在把她之前 当位伟时受访的争议影片 剪辑出来提醒大家 她的形象其实是这样 你要从现在开始检讨 我从出生到现在用几根吸管吗 还是很故意 这些都是林静怡说过的话 国民党批评人设毁灭了 指控她无专业性的护航高端 缺席VIPC等等 甚至放任助理在立院烧腹水 痛批医师专业形象 都是包张出来 国民党临时两天召开记者会 主公林静怡形象毁灭 而林静怡则是回到立法院 感受温暖 团结挺静怡 正义一定一 民进党立委全穿上林静怡 竞选衣服口罩总动员喊加油 而面对国民党指控 林静怡也提出反击 我想国民党其实就是 不敢去比较我跟严宽恒委员 我们在第九届同样都担任立委任内 他更要求国民党应该正式面对的是严宽恒的争议 而不是不断揭露他的问题 我的对手他却占用国有地 占用公保地 到现在还不愿意积极的处理 这件事情国民党到底出来面对了没有 台中第二选区选战双方攻防战 从地方打到中央 TVBS新闻程序高升红采外 新军小组台北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